冬季气温下降 血压却开始上涨 你知道那血压是飙升 有时候是160 有时候是150 这些数字背后 隐藏的却是致命的伤害 你看就突然出来一个口 不行不行不行 要过了 几秒钟人就会没法抢救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 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控制好血压呢 敬请关注职场健康课 各位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鲁南制药起达力 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 职场健康课 中医补防治腺病防治感冒 就用起达力精防颗粒 我是主持人刘住萌 欢迎大家 有没有觉得 今年冬天特别冷啊 各位 冻得我瑟瑟发走 恨不得两件羽绒服 加在一起 其实这种气温 对人伤害特别大 比如说王哲 今天你就带着 这方面的困惑来的 三年前嘛 然后我父亲啊 就是因为这个血压高 然后导致了那个新狗 突然呢就倒下了 完了还是在 就是大家就家里人都在的情况下 倒下了 赶紧就叫那个救护车 过来以后也没有什么 就已经晚了实际上 然后就过世了 是突然一下过世了 那你父亲当时因为新港走的那个时候 是冬天吗 对 对 冬天 也是就是冬天 天特别冷的时候 对 然后因为他很年轻嘛 他才64岁 刚刚退休四年 然后他就走了 突然一下倒下了 我就觉得他遗传给我这个 有这种因素在 冬季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那个害怕 稍微晚睡一会儿 然后那个熬个夜什么的 那第二天就血压就高的 可能就是离谱 有时候是160 有时候是150 所以我就还是挺害怕冬天 这个对我就是血压的伤害 你的血压高压 能达到160毫米共柱 对 对 差不多左右吧 胖姐有话要说 是的 其实王哲老师 这个心情我特别能理解 那么对于我们高血压患者的话 就是特别怕冬天 人家都说热胀冷缩 我们是热也胀 冷就是飙 你知道那血压是飙升 这种飙升肯定会给 就是心脏啊 大脑啊带来问题的 所以我们就是一到冬天 我们个个绑的都跟粽子似的 你知道吗 就唯恐就是受凉 把这血压引起来 有这么夸张吗 你看 这苗也就是这样 就很多人 包括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 都是这种态度 冬天真的会让我们的血压飙升吗 那在冬天如何控制好你的血压呢 来 有请两位医生给我们答案 欢迎二位 徐医生好 好 杨医生好 请坐 两位医生刚才都听到了王哲的故事了 王哲他自己本身在冬天的时候 血压就会飙升 而且王哲的父亲也是在一个冬天 因为高血压引发的新刚走 冬天的时候血压会飙升吗 医院的寒冷季节血压都会高 所以门诊这两天的病人特别多 如果我们去急诊科去看 也有很多病人 因为急性的冠心病发作 或者说是心衰 一系列的疾病都会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特别多 主要的问题就是天冷 血压高 血压高就让我们心脏和脑子的血管 不堪重负 发生了严重的意外 这里都有几个因素 第一次寒冷的环境和气候 可以导致人血压高 还有一个室内加热了 家里有暖气了 二十多度外面零度左右 这个温差一大 虽然有温差了 对 这个温差呢 人的身体好 调节能力好 没事 如果老年人这个血管的这种调节功能不好 也是个问题 容易高 另外还有一个冷了以后 人就采取一种这种保暖式的动作 紧胸椎啊 整个都处于 这个怎么说呢 紧缩在一起了 紧缩在一起 那你这个也不张开 肺也不张开 整个人处于紧张的姿态 这样的话 各种各样的原因 寒冷的气候 人的紧张 温差大 还有人的姿势 有时候如果不及时地保暖 穿衣服 如果你夜里着凉了 这些都引起血压的波动 所以心脏病和老梗的人特别多 说到这儿 各位疑惑吗 高血压 120算高血压吗 160血压怎么样 我有的时候我都180了 我觉得我什么事没有 咱先解决一个出奇问题 什么叫正常的血压 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左手边的这个板子 板子都写在这儿了 已经非常明确了 各位 来 看一下 正常血压在全球的高压压 指南里边没有争议 都是12080以下 叫正常血压 只要这个血压超过180 我们就叫它不正常了 但是我没有诊断高血压 然后我到140 我们在医学上呢 就说呢 给你亮一个红牌 那就可以诊断没高血压了 但是你说我13080 是不是我就正常了呢 没有说是高血压 但是也没有说您是正常血压 您已经狂牌警告 就是正常情况下 安静状态下 你的血压超过了 你的年龄加100就算高的了 比方说一个50岁的人 他量了160 你说高吗 肯定高 你知道杨医生说话的时候 我脑子里出现了两种形象 一个就是胖姐这样的 我这一刻的血压是多少 量完了 还行 不行 五分钟之后 我要再量一下 我按理说我应该高了 还有另外一种 我估计也大有人在 血压 什么血压 谁血压 我不知道啊 从来没量过 是 你信不信 在健康观察员里面 就有这样的人 比如说苗也 你血压常年保持在多少 知道吗 并不知道 你看让我逮住了吧 我感觉好像没有任何 传闻中高血压的症状 所以我也不怎么关注 我的血压 上次录节目的时候 在现场 你量你血压不是高的吗 还是挺高的 胖姐刚上次录节目 苗也血压多高 她上次到160了吧 一般平时在家厕的时候 高不高 平时挺好 这有点高 这肯定是很高了 我自己都不记得 你看 所以就怕跳 所以你们作为医生 更担心像胖姐这样的 太关注自己的血压 还是更担心像苗也这样的 压根都不知道血压 咋回事 苗也这样的人 你像我们自己做的研究就 其实就发现 中青年发病 在院外发生意外 死亡的比例 要高于老年人 因为他不在乎 不知道他有多大的危害 不注意后果 我们接下来请两位医生 要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你就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 高血压到底是什么样 来 我们请两位医生 一步到展示台 好 接下来我和两位医生 要给大家展示的 就是真实的血压有多高 二位平时穿白大褂穿习惯了吧 我还没穿过 来 我跟各位说 一穿上白大褂就刘主持 到刘大夫的转变 各位好 这一看就不像这个医生 为啥 你看这个领子 你看这个白大衣 这个重 我以为他说 我这个白大褂太干净了 我也觉得 我好像身上缺点什么 不那么像大夫 对对对 明白了 缺比 是什么更像了 有点 接下来我们会做两个演示 一个是120毫米拱柱 这个血压有多高 一个是180毫米拱柱 到底这个血压有多高 我为什么穿白大褂呢 徐医生 规范操作 规范操作 另外既然徐医生 说到规范操作 咱就规范到底 好了 我都全服武装好了 接下来 来 我们这旁边 给大家准备的是血压剂 这个是一般来说 要绑在这个位置的 这个 血袋 模拟的是身体当中流通的血液 好了 杨医生 接下来我们做怎样的操作 对 我就把这个血袋呢 要放在绣带里边 然后呢 给绣带充气 加压 加到的压力的 跟我们身体里的血液的压力 差不多 来达到模拟血管内的压力的情况 好 现在等于我们要把这个血袋 套在绣带内 这就开始加压了 好 大家注意看 当水源柱到120的时候 模拟的就是现在各位身体里的高压 也就是收缩压 在120毫米拱住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对 好了 接下来我要干一件事 你猜我要干嘛 我猜你要搞破坏 我要搞破坏 我手里有一根针 大家可能看得不清楚 接下来我要扎破这个血袋 好 来 我离远点 你看徐医生早就离得很远了 我在那没动 没动 压根就没靠前过 对 来 我开始了啊 各位 三 二 一 哦 来 90 它刚才已经差不多到这了 对 来 这个能够看到它这个最高的血柱 在这个地方 大概是最高分到了 90 90 厘米 好 90厘米 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接下来 你要到180毫米拱柱了 来 杨医生 我们相同的步骤再来一遍 好 各位老师 我们现在开始 来 我来看 加压 现在到 140 160 180 再来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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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 再来一点 再来一点 好 锁住 锁住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当压力达到180毫米拱柱的时候 我摸这 硬邦邦的 当我扎破它 它会刺多高呢 来吧 就是你那个针扎的方向 要扎准啊 准备好了吗 上方啊 三 二 一 哦 150 不不不 上面有 上面有 是我们这个板子 只有150厘米 这比较还高 所以 150 没错 哦 要要要要 快快快 那个 那个 吃内壳 麻醉壳 快快快 压住 快快快 压迫直血 然后谁直血啊 谁是手主刀医生 谁赶紧按住 那就是我了 当然 我真的是有点害怕 我现在再松一手 看它还能多高 还在喷 现在它 它要看这边的压力 现在是已经到了120了 120了 对 好 好 哇 就写150吧 不值 因为我们这个板 最高就做到了150厘米 它已经超过了 但是我们以这个板为标准 毕竟是一个实验嘛 我们就写在180毫米供珠的情况下 血液已经刺到了150厘米了 来 我先把我的防护杖拿下来 刚才这个实验 我个人做的是触目惊心 但是我要先问一下 对自己血压好像不太关注的描远 看完之后感觉如何 感觉怎么那么夸张呢 怎么能标那么高呢 就一下就穿上去了 给我吓一跳 我都怕自揍我 你感觉怎么会标那么高 是吧 来语家告诉他 真实的情况 可能比这个还要更严重 真实的情况就是 你在扎这个的时候 它随着这里边的 就是这个墨水越来越少 它是逐渐越来越低的 但是在人体一旦发生失血 你的血管会收缩得更紧密 比如脑出血的时候 可能发生的时候 血液只有180190 但是到了医院之后 一测它是220230的 就是因为在应激状态下 你的血液会变得更高 而不是随着像这个实验似的 随着它的流出 然后越来越低 如果这个实验是发生在 一个真实的患者身上的话 按照语家的意思 可能这个血脂都止不住了 很有可能 就是会可能会 进入那种恶性循环 血液会变得更高 我想说的问题呢 就是说这是一个 非常直观的一个演示 能代表我们多高的血液 能打多高的血柱吗 但有一个问题 我想跟大家说明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带状 一个容器当中的破口的压力 它跟真正的管道 管道的压力还不一样 实际上在血管当中 比这还要高 会喷 不是说它1.5米了 12米都可以 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 你们可能没见过 打动脉那个破裂的时候 那个血一下 啪就打到那个天花板 那个灯上全是血 那个人在下面至少两三米 这个才几十公分啊 而且大家说我血压就高 那么十毫米拱住 它其实也没事 你可想一下 你这只是一下 你心脏每一下它收缩 给你那个动脉那个压力 每个一个压力 它就扩张一下 一分钟跳60次 对吧 一小时60乘60 你全天24小时 24乘60乘60 你算吧 所以你这一直就会在 给你的持续的压力 这里头有个问题 我要提醒你 你绝对不重要 当我们的这个血管 是有弹性的 记住弹性这个词 当你经常高血压 这个弹性越来越少 变得硬化的时候 一点点高血压 都能让你心脏和脑血管受不了 我们为什么给大家 做的这个小实验呢 因为我们要说一下血压 特别是高血压 对人体会有哪些影响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内容 脑出血 心梗 动脉加层 尿毒症和失明 我们先从大家 非常好理解的脑出血开始 杨医生 其实我理解 血压一高 压力大 血管破了 破在了脑子 脑出血了 是吗 是的 那为什么会脑出血呢 其实我们讲呢 长期的高血压呢 让我们的动脉 局部有薄弱 这个地方有问题 就跟这个血管看起来 如果血压很正常的情况下 看起来这个血管是好的 但是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薄弱区 有个特薄的地方 有个特薄的地方 当然如果说我们在 有一个比较压力 比较大的情况下 你拿一下 我来就是比如说 给它一个很大的压力 你看就突然出来一个口 不行不行不行 又破了 不行不行 如果这个很薄的话呢 就可能会爆掉 一爆掉呢 就造成脑出血 这血管破了以后呢 这个血呢 就从血管里 跑到了组织里边 压迫组织 就是我们讲的脑出血 刚才杨医生的这个实验 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血压升高到一定程度 特别高的时候 为什么会导致脑出血 是的 这个实验很直观 非常的直观 刚才这个小细球 小骨包还没破呢 对 当这个血管破了之后 里面的血就在大脑里面充斥了 是是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 血压升高了 这压力好大 血管破了 是不是 是的 但是你听说过 谁是血压高了 肾出血吗 有谁是因为高血压 血压高到一定程度了 导致肝出血了 好像也没听过 为什么偏偏高血压的恶性后果 在脑出血呢 对 因为我们脑子嘛 它那里面是一个空腔 空腔里边的脑组织 脑组织 就是我们比喻一下 可以比如像豆腐 豆腐 它豆腐 所以它那个血管是悬在脑的组织里边 所以如果一旦它出血呢 很容易破到脑子里边 没有压力 周边 但是你想 如果我们的血管 组成在肌肉里边 它肌肉旁边都是组织 都有保护 都有保护 所以它即便是破了 它也破不到哪去 就是我们血管 在大脑当中 这个豆腐块里头 我们的血管 如果动脉硬化鼓起来 可以老一血 出血 在心脏当中 由于有强大的肌肉 它包在里头 它能堵你的血管 形成心肌梗死了 就堵塞了 如果在这个周边 没有任过多的压力 比方在腹腔 大动脉的心脏出来的地方 当它压力过高 这个血液 从破口当中进入夹层 形成一个夹腔 压力过大 一破 那是几秒钟人就会 没法抢救的 而且我现在理解下来 徐医生 动脉加层的这种血管的破裂 好像比脑出血的这个破裂 后果还要严重 它比脑出血的可能更快 没法反应 如果在眼睛当中 血管破了 你可以整个视网膜 看不见东西了 所以失明是指高血压 把眼睛里这个血管给撑破了 对啊 突然一下子眼睛出血了 看不见了 而这个尿毒症呢 一下子把肾脏的血管堵到 它排进排出 排不了肺料了 生功了 你就衰退了 对 这个恶性后果呢 这个你看得见 这个可以看得见 这个一次性发作 一次让你出问题 这些往往有的慢性的 你看不见的 所以还是保持血压平稳 就两位医生 这五个恶性后果 哪一个或者是哪几个 跟冬天这个季节关系特别大 如果要排名的话 就是这三个最大 最大 因为这两个呢 它涉及到小血管 这个呢 主要是大中血管 大中血管 对血压的影响是非常大 高血压 大血管影响的 你的症状啊 发病会非常快 这叫微小血管病变 微小血管 你可能看不出来 也许很急性 也许就慢慢发生 无论是哪个出问题 导致哪个后果 徐医生说得对 都不好 但是我们看 我们讲冬天的时候 因为现在冬天了 我们讲冬天跟血压高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之后 我们现在就想问 为什么到了冬天之后 血压忽然之间 窜得这么高 接下来还有一个道具 给大家解释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 冬季血压升高的原因 到底有哪些呢 两位医生为我们总结了 一共四个 我先来念一下 这个冷刺激导致心跳加快 冷刺激导致胶感神经兴奋 冷刺激导致血管收缩 吃的咸冻的少 我们总结前三个都有一个冷字 最后一个是吃的关系 徐医生怎么解释这四个原因 从第二条开始 冷刺激直接导致人的 就是说胶感神经紧张 好 当寒冷的时候 我们人体对寒冷产生的反应 就是紧张 比方说我们的全身的皮肤 被寒冷刺激过后 我们的胶感神经 就传给大脑一个信 哎呦 冷了 那么你的这个毛孔 毛孔你这样 我知道 有毛孔瘦瘦 你的血管瘦 这就是寒冷 对人体的刺激 我们产生了一个 胶感神经的兴奋 当胶感神经兴奋的时候 我们可以心跳会打血更多 因为大家知道 血压高的所有因素当中 第一条 当你的心跳平均真快的时候 心里变快 这是血压增高的第一个要素 当然 胶感神经也直接作用于血管 不用你心跳快 我的血压就高了 这是主要的 这是它的结果 刚才徐医生的意思就是 你看 室外的低温天气 那么刺激你的胶感神经兴奋 你这个神经一兴奋 心跳跟着加快 然后血管收缩 然后血压就上来了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实验 就是来看一看 冷刺激导致胶感神经兴奋 导致血压升高了 请 宇佳吧 宇佳这个服装 特别适合量血压 来 欢迎宇佳配给我们完成这个实验 来 现在宇佳的旁边有一盆冰水 大家都知道这个冰水的重游 一定是接下来要进行冷刺激了 看看冷刺激之后 血压是不是升上去了 但是我们先找到 起尺的血压是多少 先请杨宜臣给宇佳 好 量一个血压 宇佳现在心情平稳吗 非常平稳 对 这个实验一定要在正常人身上做 如果你血压很高不建议做 开始了 开始量了 好了 好 血压是可以 126 87 然后92 心跳 心率是92 我们看一下宇佳 现在平稳状态的血压 高压126毫米拱柱 低压87毫米拱柱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冷刺激了 把你的左手放在这盆冰水里 大概要放多久 其实放上去就有效果 放上去就有效果 对 就有效果 来 你把那手要泡进去 什么感觉 好凉啊 有没有进入到我们东北的那种感觉 不是 快一点收麻了 好了好了 赶紧凉 好 现在就开始凉了 可以凉了 好了 他这只手一边要放一边就要凉了 对 是的 瞬间 瞬间就会升上来 好 你看 高压已经来到了131毫米拱柱 而低压变化到了95毫米拱柱了 你这也就放进 也就一两分钟 一两分钟 现在我们看 血压仪已经表现出来 你的血压有波动了 你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变化 自己有感觉吗 虽然说受到了冷刺激 但其实在一瞬间 除了就是打了个寒颤之外 我感觉我的脑门出了一点汗 那么冷还出了点汗 而且明显感觉到心跳在变快 对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交感神经兴奋的一个表现 大家特别注意它的描述 出了一点汗 交感神经兴奋也会出汗 所以我们有严重的心脏病 你比如说发生心梗的时候 我胸痛半大汗 为什么 就是因为交感神经兴奋 让我们全身出汗 就这么一个道理 好 谢谢雨佳 我们再请两位医生一步到这边来 刚才我们特别看到了冷刺激导致交感神经兴奋 导致的血压升高 但是我看到了第四点 就是吃的咸和冻的少 也会导致血压升高 因为这个盐吃进去后 人会怎么样渴 一渴就会喝水 所以我们就造成身体里的水比较多 就让我们血压会升高一些 吃的咸在以前 它也是我们身体这种保护作用 因为你冬天天特别冷 你外周循环本来就已经收缩 它不好 你血压再偏低的话 它其实那个血液是到不了肢体的远端的 所以冬天的人稍微吃点咸的 可以让自己血压升高一点 这种情况下 它也是一种大自然的一种适应现象 我以为喜欢吃咸的就是因为我口重 这么一看的话 我觉得杨医生告诉我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一到冬天吃的咸 好像是我们基因里就这么写的 是的 问一下胖姐 是不是到了冬天之后咸口特别多了 是的 外面风比较冷的时候 还是躲在屋里吃一些能下饭的菜 比如说 就比如说炒血的红 就是那个旧的什么凹白菜 或者是那个 辣白菜 还有一些什么腌辣萝卜干什么的 而且我比较爱吃肉 吃肉的话 就是如果淡的话那没法吃 必须得重味 重口味 重佐料才能吃下去 从我们医学原理上 一个人身体当中 那的浓度是0.19 当我们冬天不怎么运动 我们那不消耗 大家喝的水多 我们也出汗也少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到了冬天你如果不运动 整个血容量就多了 多了以后血压自然就会高 刚才两位医生给大家解释了 为什么一到冬天 我们的血压有升高的这样的表现 大体的原因是这四个 说到这儿 我这个刘大夫真的要把这个白胆罐脱下去了 因为我真的发现越说越说 我真的越来越不了解高血压了 一份食谱就能让血压降低5到10个毫米拱住吗 养宠物能降低血压吗 跑步爬山多运动 就能把血压降下来吗 降压药吃了就不能停 能不吃就先别吃 这种说法靠谱吗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本期 职场健康课 想要降血压就得这么办 职场健康课栏目 由鲁南之药体达力 金黄克力独家冠冕播出 感谢鲁南之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作为一个高血压患者 我就想找各种办法去降一降我的血压 真的有用吗 接下来进入传言变变变 有请下路 传言变变变 你说我来眼 各位好 我是陆伦一 今天我们为您找到的这些传言 每一个都跟我们生活方式相关 咱们先来看 这第一个是什么 快点取回来了 放桌上就行 买的什么呀 这么老沉 买了点坚果 哎呀 这个沉啊 这费劲啊 这一点点的 干嘛呢 这点盐扒来来扒来去的 至于吗 以后我们要严格的按照这个食股吃 我就不相信 你的高血压降不下来 这是啥呀 你可别小看这个 这是酱鸭食谱 网上好多人说特别管用 只要你按照这个食谱来吃 坚持一段时间 就能让血压降五到十个毫米公柱 光靠吃就能把血压降下来 那当然了 这里面一天应该吃多少肉 多少蔬菜 多少坚果 多少油 多少盐 还有搭配多少水果 每个种类 每一天 都应该吃多少 写得清清楚楚的 评论里 好多人都靠这个酱鸭成功了 你的高小鸭也靠它了 这能靠得住吗 这第一条传言说的是 一份食谱就能够让血压降五到十毫米拱住 这个传言涉及到我们的饮食 所以我们要请上另外一位医生 有请协科医院营养科的康军人医生 有请康医生 主任好 你好 你好 康医生 欢迎你 好 我们先听听大家会怎么说 滚动起来 胖姐 我觉得这条传言不对 饮食食物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 这点我承认 但是你说单单靠吃 单单靠食物 能把血压降五到十个毫米拱住 我觉得好像有点过于夸张了 对吧 因为我们高血压人都知道我们一种降血压的药 也就能降五到十个毫米拱住 可以说看到我们高血压患者就是一大把药一大把药 才能达到一个理想水平 而你说一顿饭就这点食物就能降五到十个毫米拱住 我觉得不可能 不现实是吧 不可能 我不知道这个药不要喷它呢 康医生 对 胖姐当着一个营养科大夫的面说 吃饭没有那么重要 那还是要喷一下吧 当于愿闻其详 开个玩笑 胖姐提到的这个降血压的饮食呢 其实我们在学术界里头还真有这么一个饮食 我们叫这个代式饮食 或者大家有的时候能够看到叫德书饮食 就是去控制血压 她呢在这个科学研究当中啊 经过这个严格设计啊 认真管理之后啊 还真的能给大家把血压给降下来 但是胖姐刚才说的呢 也有一些特别有道理的地方在哪呢 就说比如大家高血压好多年了 吃了好几种药 那说你 那我就不吃药了 我就光靠这个饮食去降这血压 合不合适呢 这肯定也是不合适的 所以可能还是在药物的基础上 然后再配合一些饮食的干预 这样才能让大家的血压 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DASH DASH 我们离板子近 我们先给大家简单的来看一看 这个板子上 是写的什么内容好吗 我们快速地过一下 你看它上面比如说盐和糖 盐控制在小于5克每天 最好不吃糖 烹调油2到3分每天 水果4到5分每天 我现在想问一下康医生 这不就是吃吃喝喝吗 它到底是如何辅助 能够控制我们的血压 就看着好像跟咱们平时 吃的东西差不多 对不对 但是它有什么特点呢 最主要的一个呢 就是这个盐的含量是低的 它要这个低纳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 另外大家看的话呢 跟咱们平时吃饭 有什么不是特别一样的地方呢 就这个蔬菜水果的量 好像要多一些 膳汁纤维会多 然后甲的量会多一些 鎂的量会多一些 好 甲多了之后呢 这就容易让那少了 这样的话呢 对血压好 美多了之后呢 能够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 然后这样也对这个血压 有一定的好处 它要这样的作用 正好这个问一句 我们整个这个食谱一天 大概要每个吃多少 怎么吃 对于我们正常的 这个沉浸人来讲的话呢 比如说的话呢 这个蔬菜 每天大家吃个 这个300到500克 水果的话呢 每天吃个三到四两 然后牛奶的话呢 一杯到两杯都没有问题 然后鸡蛋的话呢 可以吃一个 主食的话呢 吃个200到300克左右 然后稍微有点粗凉 有点这个古薯类的 这样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对 那咱们逐一也闻闻大家吧 泽阳我知道 它是以肉吃动物 没错 那你菜吃吗 吃多少每天 吃炸香面的时候 割一点 就那点 葱花 黄瓜丝什么 对对对 就这样了 因为在我的菜单当中 就没有菜的这个概念 就饮食结构 一定是以肉为主 碳水为主 只有这样的话 我认为我才能吃饱 泽阳你一天吃肉啊 就撒开了吃 今天演出了 饿了 能吃多少肉 我曾经跟我一个师哥 俩人点了二斤牛肉 平均一人一斤 一人一斤 然后同时一人还点了 半斤面条 就是牛肉面嘛 我们把一人一斤的牛肉 倒到这半斤面条里 这还是一顿 对就是中午这顿 我觉得那顿吃得挺好 胖姐应该是比较平衡的吧 我也属于食肉 没动物 王哲呢 王先生 我原来也是食肉动物 当然后来我这个血压 这个一高 我现在开始控制了 所以现在吃菜比较多一些 苗野 我本人是一个主食动物 整肉和菜都无所都行 但是我必须吃主食 你看旁边有几个肉食动物 还有主食动物 是的 就没有水果和蔬菜动物 那瑜伽呢 我吃水果 我吃水果还挺多的 我水果蔬菜的比例可能是2比1 就是我吃水果比蔬菜多 你最喜欢吃什么 肉 就是只是比 就没有第二个答案 最喜欢吃什么肉 像刚才泽洋哥说的那个 那个牛肉面我也吃过 确实挺香的 但是我们是两个人吃了一斤肉 两个人一斤 他一个人一斤 这确实比不了 好 你赢了 泽洋 好 肉吃的太多了 确实是 一个人一炖饭能干一斤的炖牛肉 您建议合理的一个量 是应该怎么样 瘦肉的话呢 每天的话呢 二到三两 应该都问题不会特别特别大 大家比如偶尔在外边饭局 可能偶尔有点多 没有关系 然后平时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大家每天 还是不要这个吃这么多量 尤其是红肉 时间长了之后呢 这个血压 血脂 血糖 有可能都会有这个抬头的可能性 今天聊到这个淡食饮食里头呢 希望大家可能 鸡鸭鱼这样的白肉多一点点 然后红肉的话呢 不用每天吃特别特别多 这头也有一些小的细节 比如说这个皮 像什么鸡皮 鱼皮 这样的话呢 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这得少吃 最后我们的这个坚果 板块里面还有一盒 这样的杂果 坚果 核桃仁啊 杏仁啊 腰果啊 坚果呢还是挺好的 它里头呢 有这种多巴火和脂肪酸呀 然后鎂呀 这些量都还可以 比如每天呢 两个核桃 或者一小捧这个花僧豆 都没问题 我这边呢也有点小讲究 比如说吃的时候呢 咱也尽量放在这个两菜之间吃 第二个的话呢 简单的坚果就好了 不要吃这个椒盐的呀 这个盐焗的呀 油炸的呀 康医生的意思我理解 就是吃点小坚果有好处 但是小心隐形盐的伤害 对吧 对 我觉得这里边 特别重要的一点 大家看了很多 其实他老讲的是吃什么 但是他没讲不该吃什么 这不该吃什么呢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 少吃加工食品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吃的 没说 你说火腿啊 你比如说饼干吧 你比如说面包啊 就是这个里边 他其实为什么不让他多吃呢 就这里边有好多隐形的盐 所以就是多吃自然食品 少吃加工食品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说到盐这个问题 其实盐到底怎么吃 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包括刚才我们也在讲到了 其实影响血压身高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吃的咸冻的少 康医生难道是一点盐都不食 这不可能 那么从原则上头来讲的话 比如说希望大家 每天吃盐五克左右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 其实我们比较难以做到 因为的话 基本上按照这个控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好像就感觉吃的不太舒服了 不可口了 对 所以生活当中的话 有一些小的一些技巧 比如说您炒正常炒菜 然后吃之前 自个儿拿水稍微涮涮再吃 也能有点味 然后也能盐稍微少一些 还有的话包括现在市面上 大家能够看到一些 高甲低纳盐 它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里头特别提醒 然后有一些朋友们 可能不太适合盐 比如说本身有一些 这种慢性胜功能不全的朋友 它可能甲瘦太多了之后不合适 再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的朋友 吃一些保甲的这些药 这个时候可能甲瘦太多了 也不是特别特别合适 最后去看一看 我们的内科的专家再决定 我的小窍门这样 少下馆子 馆子里边做的菜 总体来讲是偏咸的 为什么大家觉得 饭馆的菜好吃呢 就是盐多油多 口味重嘛 要少点外卖 是尽量在家里做饭 这样能控制 自己能知道放多少盐 大食饮食呢 你看它 我们记住盐和糖控制好了 什么都得吃 不能偏向一样 要均衡 但至于奶制品 奶制坚果 有多种维生素 多种微量元素都可以吃 均衡很重要 你不能全部吃肉 水果不吃 全部吃肉 奶制品也不吃 这样不行 或者主食吃饱了 才算吃饱了 这都不行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 我觉得刚才各位 除了胖姐之外 其他的人根本就谈不到 什么大食饮食 你吃的太多 你不管你大食饮食 你把大食饮食翻成一倍 再健康它也不行 所以第一个叫饭吃 八成饱 把我们一日三餐地 吃吃喝喝控制好 把握好 就有效地 能让我们的血压 更低 更稳定 谢谢 谢谢康军仁医生 谢谢康军仁医生 来 我们来看下一条传言 我是馒头 馋食官下巴回来了 馒头 来 宝宝 又来了 一看就是血压又高了 你知道羊宠物 为什么可以降血压吗 当我趴在主人的腿上 它抚摸我的时候 我就可以悄悄地治愈它 使它心情愉悦 血压也就会降低了 而且自从有了我 它每天都按时按点 回来给我喂饭 换水 产猫砂 生活都变得更有规律了 血压也变得更稳定了 小猫咪 亲亲 我尽量小一点声啊 我们这个传言说的是 养宠物能降血压吗 你觉得呢 月月 你觉得呢 它叫甜豆 甜豆你觉得呢 我们先问问大家吧 滚动起来 苗野 我觉得这个传言不对 这个相信这个传言是真的的 肯定是没养过宠物的 我们家就有俩包 它是真能尿地床上 你没给它按时给罐头 它是真摔盘子 我算是脾气好的 所以可能还行 要是有这高血压的 脾气极的 那一下层的血压 不就上来了吗 也是 对啊 谁家狗没拆过家啊 谁家猫半夜没挠过门啊 谁家兔子没啃过你电线 对吧 哪个参事官没血压高过呀 对啊 所以说养宠物 有百般好处 可唯独说降血压这一条 我不信 对 咱们家民还有没有养宠物的 则养 我养了一只黑色的 一岁的拉不拉多 有的正逃的时候 确实有的时候 他一大夜里叫 为了让他不叫的话 晚上我先得给他哄睡了 然后我再去睡去 这会儿血压就容易出现波动 而且拉不拉多的精力旺盛 有的时候真的 你不溜他时间长了 他真的不累 他不睡 所以确实是 你说降血压不太可能 升血压倒是有 但你看这个事 大家回忆起了一些 他们跟小宠物 有些着急上火的片段 但我想 他们带给我们更多的 还是一些陪伴和快乐 当然 当然回到这个传言 我们先给苗野一个说法 所以要不要喷他 二位医生 当然要喷他 所以宠物和我们血压 和主人情绪的这种关系是什么 就是到底降不降血压呢 也不以个人的这种态度 也不以你俩人的 只能按群体的研究 多数研究 就是百分之八九十 养宠物是能够降低血压 比如说苗野吧 他觉得他老血压升高了 如果他要不养这俩宠物 更高 他更高 而且呢 他更 他更胖 他啥都不干 他家里边 他有只猫 他还挺好 这东西就鼓道鼓道 铲食的 他要是没这两只猫 回家就睡着了 你也说张泽阳吧 他要没这只狗 他更不下楼溜弯了 对 你看刚才他说了一句话 他不把这狗溜结实了吧 对 这狗他不睡觉 你想啊 泽阳这样 这还溜这么多狗还这么胖 他要没这只狗 那还不知道啥样了 对不对 这么听出来像是狗溜他 跑题了 跑题了 就说我们好多人喜欢小动物 比方说我小时候 就特别喜欢小动物 我现在没机会养 我也不会养 可以养 为什么呢 你喜欢小动物 你去 别碰我 你喜欢小动物 是代表你的一个个人爱好 你喜欢 他怎么给你带来烦恼 然后你告诉他 你都愿意 你就 你就认了 我经常给病人 根据他的个人的性格特点 比方说有的人更年期 有的人或者孤独 有的人呢 或者脾气比较暴躁 但他呢 其实他不是个暴躁 遇了事他急 没事的时候 他其实不暴躁 我们要选择一个 你可以养个动物玩玩 这是我作为一种行为治疗 确实我养了一只宠物之后 我虽然有的时候也会很生气 但我发现 我长久以来的心态是蛮高兴的 它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生气呢 和人和动物之间生气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讲你跟老婆之间吵架 吵完架以后 其实我们做的研究就发现 吵架当时心率快血压高 吵架完了以后 他这种心率快血压高 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慢性的神经 交感神经的激活 但是你跟动物不一样 不一样 你跟他生气是他当时的行为激怒 但生完气以后 你不会再存在这种偏见 有种像哭笑不得 对 这就是人和人 和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的不同 现在为什么我们喜欢小动物 因为人呢 跟大自然是和谐相处 现在呢 我们生活在钢筋丛林里面 有高血压的人 在家里边养个宠物 养点花花草草 其实都对我们心灵的慰藉 它总体来讲是 可以降低我们的血样 而且各位一说到宠物 未必一定要溜 一定要缠食 你也可以养鱼嘛 它只要能让你心情愉悦 让你趴在鱼缸外面 看着它游动的时候 然后仿佛你也产进下来了 我觉得这也挺好 养鱼换水更麻烦 不 它也是锻炼 也买鱼绳 其实我现在理解下来 它就是找一个 让你生活当中 有点愉悦的方式 是 长此以往 甚至你觉得养花 你看着它那一刻 你快乐也可以 是的 其实我们生活中 能够陶冶自己 让自己身心平衡的方式 有很多 对 我们把身心调得平衡了 也有利于咱们血压的 平稳和控制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传言 你再加把劲 跟不上你 累了 你等等我啊 我就真爬不动了 累了 再歇一歇 再爬呗 眼看就到山底了 再坚持一下 就上去了 要不你先上去 我就一步都走不动了 你说你从早餐 睁开眼睛就嘚叩 早餐起来跑步 下午你又爬山 晚间你还要跳舞 你咋有那么大镜头啊 晚间我可不跟你去啊 我这不是为了你降血压 我还没喊累呢 你就不愿意了 不行 你再加把劲 那也没有你这么练的 这墙子也太大了 我都得要超复合了 晚上跳舞那小张两口子 人家就是 爬山 跑步 多运动 一个月啊 减了二十斤 人家血压啊 以前是一百一百四 现在降到了八十一百二 事实证明 跑步 爬山 多运动 对降血压是有用的 哎呀 这加把劲 走 可没那么大劲 这条传言说的是 跑步 爬山 多运动 血压就能降下来 听听大家怎么看 黄哲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吧 因为我觉得一运动 浑身就热 一热血管就张开变宽 然后血液是不是 流通了就好啊 然后血压是不是 就能降下来啊 二位 要不要喷一下王哲 我觉得要喷 我觉得不喷 那抱歉了 王哲 只要有一方反对 就得惩罚 来 三 二 一 喷一下吧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不完全对 为什么 刚才我们其实讲了半天 胶感神经兴奋 就是运动的时候 胶感神经兴奋 血压升高 但是运动完了以后 血压是降低的 所以总体的效应来讲 是能够降低血压的 而并不是单纯血管扩张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单纯 如果说跑步 爬山 就能够降血压的话 那我就跑一天 或者我只跑步 我都 偏直 对 偏直 也不行 对不对 所以运动还要得法 薛医生您怎么看 其实我本人从事的专业 是个心血管大夫 我就做了运动治疗 我们就希望通过 适当的运动方式 让人血压降下来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老人 他运动过后的血压 高到你都吓人的两百多 我说你是想锻炼的中风更快呢 还是想治疗高血压呢 他说我当然怕中风了 那你的锻炼的方法就有选择 怎么做呢 尤其是中老年人 还有一点高血压的 其实简单的力量训练 例如骨骼肌 或者在吸脑血管的病人 叫抗阻训练 您给推荐推荐 假如我们找一个小的重量 这个弹力带 弹力带 可能对血压的锻炼更安全 打个比方 你走路是全身重量 你的心血管 需要供应全身的重量 你的体重就是你的负担 对不对 你胖子 走路就是80公斤的重量 你说我这个也就一公斤 会比走路安全吧 可是该怎么做呢 这是我们要说的 那这样 徐医生 您带着我们胖姐吧 一起来学一学 好吗 看看什么样的动作 我们在这也跟着您练一遍 对 我们在这 老年人这种一公斤左右 这个弹力带 这个重量我们来练 每块肌肉都能练得到 而且不会增高血压 而且安全 我们现在把这个弹力带 握在手上 大拇指 来 一翻 好 我们与肩同宽 来 保持这个 伸直了 手伸直了 不要完全直 就略微的这样 好 你这样吸气呼气 来 吸气 不要耸心啊 呼气 吸气 来 呼气 这样做十二个一组 做五组 每天早晚各一次 你可以发现 高血压的人 刚刚练的时候 血压可以慢慢增高 等你做第二组 第三组 血压 血糖都会下 我们来叫第二个动 你可以绕在手上 别把弯关节搞坏啊 来这样 两个走关节贴在肋骨 再往前吸气 最慢的速度放下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并没有练哪块肌肉 而是练了一个整体的 躯干的这种力量 如果你在这种运动当中 你能呼吸平稳 你的血压不高 对吸脑血管是很安全的 它不是一种体育训练 而是一种运动治疗 它的要求非常高 就是说不要增加抚压 徐医生这个词特别好 叫运动治疗 而不是一觉得 我到健身房拿到这个器械 我就应该猛劲使劲地往外推 这是个误区 是的 因为之前呢 就是说一说什么阻力训练什么的 我就想平常训练 我还动不不了 那还阻力训练 不可能 但是刚才那个徐准人一说 教我这个方法 你别看 就是这么一伸一伸 但是我整个的后背 包括腿 浑身的那个肌肉都是绷紧的 对 咱们老年人这个小动作够了 够了 谢谢胖姐 谢谢 请回座 谢谢 谢谢 谢谢徐医生 这个针对我们老年人朋友 有的时候这个动作的强度 幅度 一定要一个合理的控制和范围 杨医生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徐医生讲的这套 其实在家里边 其实就可以很安全地实施 但是很多还有一些老年人 他就愿意到户外去 他不去憋的话 但是在冬天特别寒冷的时候 还是要尽量选择一天里边 比较温暖的时间 不要大早上起黑咕隆咚的 你就去 我觉得这可能相对风险高一些 尤其这个早晚温差大的时候 是的 对血压的影响也会更明显 对对对 另外一个也要注意 就是我们在运动之前 还是要保证我们自己的血压 能够在平稳的情况下出去运动 不要说我们的血压好高 也都是出去了 这个在高血压的情况下 在比较大量的运动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是的 这是我们生活方式 其中的一个关键点 那如果在生活中还是控制不好 咱们就得考虑上药了 我们下一条传言 就跟这个降压药的使用有关 怎么回事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回来之后为您揭晓 欢迎回来 我们这条传言的 跟吃降压药相关 一起来看一下 看镜子呢 一会儿镜子就好了 降压药 降压药有什么好看的 我纠结 这小小一片药 我要吃下去了 我这辈子都离不开它了 该吃就吃呗 你说得轻巧 这高血压药啊 一旦吃上就不能停 所以能不吃啊 就先不吃 我这次药吃上啊 这辈子都回不了头了 终身得与药为伍 我还这么年轻呢 那这条传言说的是啊 高血压的药呢 一吃上去就不能停 所以能不吃就先别吃 这个说法对吗 听听大家怎么看 左洋 对 我认为这个说法特别对 因为我就是这样做的 之前出现过血压膏 晕了就去找杨医生看一下 杨医生给我开了药了 开了药以后呢 我确实吃了一礼拜 后来我就觉得呀 这个不能吃了 因为没什么事我干嘛吃药 是要三分毒什么的 好了是吧 对 就好了 好了以后呢 我就从那以后就不怎么吃了 所以我认为就是 吃了降牙药就不能停 这个所以我就索性不吃了 所以你吃了也停了 对 吃了也停了 然后也自洽了 对对对 再也不吃了 对 目前为止 家里好多降牙药都在那搁了 也是没吃 而且我也没饭 我觉得还不错 感觉挺好 杨医生乐了 我相信像泽阳这样的病友 在您这可能不少见 对 真替我丢人 不是个例 不是个例 来吧 那是不是咱就 那肯定得喷一下 直接喷一下是吧 再喷一下 这个做法我相信不是泽阳个例 这个其实还是蛮多的 很多人呢 他以高血压的症状 作为自己血压高低 这个其实是错误 从来没有高压的诊断力 有一条 您头晕 头疼 在血压超过140 90是高压 没有 就是一个数字 140 90以上就是高压 则阳这种做法 有症状就吃 没症状我就不吃了 这是肯定不对的 对 反而更危险 如果你的血压24小时的规律不了解 如果你吃任何药 你觉得降下来没有达标 这事给你没完 我们大夫需要你要达标 很多人吃了不难受了以后 就停药就某些人 就是我一吃不难受不吃了 我告诉你 当你长期的不知道你的血压 都在维持在一个某一个高的危害血管 使得你又胖又容易动脉硬化的时候 你将来哪一天真的容易中风 这就叫隐形的杀手 至于你说一吃药 互高互低 其实我们测下来 它夜里很平稳 白天三顿翻 忙碌的时候有点高 这是正常的现象 我们需要的是平稳 我想说的问题在哪呢 我们现在大夫喜欢用一句话 叫终生服药 我很反对这句话 我那儿有大概 80多岁以上的老人几百个 所以当我们能够在 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 没有那些坏习惯了 也没有那么多饭局了 你的危险因素都去掉了 生活方式很健康 吃得也很均衡 也适当地散散步运动 你自然的老化的动脉硬化是有的 但你如果血压不高了 也不存在终生服药吧 就你血压达标 可以 不要终生服药 不要因为这句话而害怕吃药 之前我听胖姐说过一个观点 就是这性压药一上来 您先别吃太好的 我们周围的好多这种 就是老哥老姐就说 这降压药真不能一上来就上好的 为什么 如果以后产生了抗药性了 那你就没药可换了 谬论 肯定不对吧 如果要是有的话呢 一定要喷一下 它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就是说这个降压药啊 肯定是越好 越早 它效果就会更好 因为降压药它也在不断地研发 您今天我吃最好的 明天的还有更好的 有些人咱们在家里买了水果 我先吃烂的 然后明天我再吃好的 好的也别烂了 今天把烂的吃了 明天又是烂的 而且现在的降压药的原则 就是平稳 长期 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比较好的降压药 是稳定在两周 它能够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 就是它降的时候 它也是慢慢的降 如果你偶尔有一天 我忘了 它升也是慢慢的升 它相对就把你的整体的血压水平 降低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这个是我们比较好的 因为很多人一血压高 我一下就吃一片药 然后血压马上下来 更危险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过 我们那个是个眼科医院 那很多人就是吃了降压药很急 看不见了 它就是太低了 这个贯注就不足 所以我们还特别忌讳那种 一下就把血压降低的 我们是慢慢降 不着急 因为你这个血压的风险 不是说今天我血压高 我吓坏了 明天我就得脑血伤病 不是 它还是有一个时间的这种规律的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是高血压 然后我的同事 有时候他那血压也会高 然后他就有时候管我那个 就是借药 就是不同病友之间共享药 首先就是你同事这个做法 肯定是不合理的 你这个肯定刚才讲了 降压要平稳 是吧 对 要长期 您为啥不吃药呢 就是它依存性本身有问题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个药物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 当然你说我血压很高 我又找不到医生 救个急 我救个急 对吧 如果这个实在没办法了 也不能说不行 对吧 但是它不正规 一个胖 他的高血压吃的药 跟一个脾气急躁的 跟一个烟酒熬夜的 跟一个40岁的男的 50多岁的更年轻的女的 都不一样 过了60岁 肌肉少的老人 他吃的药都不一样 如果老年人 他有前列腺的问题 每个人的药不一样 我觉得你去借别人的药吃 有点不安全 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好 谢谢 谢谢二位医生 刚刚我们跟大家梳理了很多 都是关于用降压药 还有一些误区和正确的办法 言归一句话就是 涉及到用药 调药 选择不同药的时候 一定不要自己擅作主张 还是要遵医主 节目最后两位医生 要给大家一点叮嘱 别忘了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聊的是冬天天冷了 引起我们血压变高 该怎么办 来 请徐医生先来 出门戴围巾 冬天戴帽子 管住你这个晚饭前后的血压 和早晨起床前 没有翻身的那个血压 再说 好 杨医生 来 杨医生 我们讲高血压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强调 什么叫正常血压 今天我们说了好多次 正常血压是120 每个人只要血压超过180 就要看一看自己生活里边 还有什么不太健康的行为 虽然说天儿凉了 但是我们对抗血压 控制血压 监控血压的这个心气 不能凉 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 也谢谢两位医生 还是那句话 你要健康 我是萌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朋友们再见 拜拜 拜拜